好 剛才講 剛才講 水氣要凝結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要飽和 第二個是要凝結 通常空氣中不缺凝結 為什麼 很多的灰塵啊什麼之類 但是有個飽和 這是問題 好 假設 20度C 做一桌裝20克 30度C 最多裝25公克 你現在在30度 只裝了20 沒裝滿對不對 對 很好 再加水 那有別的幫忙嗎 增加水 剛才說30裝25 20裝20 這樣我30裝20沒裝滿 幫忙一直再加5對不對 很多人水還有沒有 怎樣 增加20裝滿對不對 所以水氣要保和 有什麼方法 繼續供應多點水 剛才講過 20才多5嗎 這25 這兩件自然界都會做 不過 繼續散 又繼續散 太陽繼續的散 水氣又繼續的燈發 就會有更多的水會進來 要繼續供應水氣 不過 大部分用的是 降低溫度 降低溫度 怎麼降低溫度 怎麼降低溫度呢 重點 一團空氣上升時 因為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 所以溫度就會降低 因此 因此就容易飽和 於是容易凝結 它就會 有雲 有雲就會下 好來 活中生 你可以了解 一團空氣上升時 天上氣壓降 你可以了解氣壓會下降 因為你了解氣壓下降 所以你可以了解 體積會膨脹 可是 你不了解 為什麼體積膨脹 溫度就會降低 我也不告訴你 體積結果就好 這個叫做絕熱膨脹 高中才會焦 絕熱膨脹 體積膨脹之後 氣溫會下降 所以 最後半句 的原因 我不告訴你 就只知其難 不知其 所以然呢 氣氧就可以了 因為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會降低 然後 就帶了 最後一句重點 上升氣流 天氣不穩定 會下雨 我待會會舉一些例子 給你看 然後從現在開始 到以後 這一本學完為止 你只要看到 它是上升氣流的 你就要記住 它會容易下 你只要碰到那個狀況 它是上升氣流的 你在心中就要自然反應出 它容易會下 你會下 要下 所以一團 剛才講過 水氣要凝結 需要飽和 需要有凝結 水氣怎樣飽和 方法一 繼續供應水氣 方法二 降低溫度 自然界 通常用電壓方法 降低溫度 為什麼降低溫度 因為一團 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體氣會膨脹 溫度會降低 所以大家覺得上升氣流 天氣不穩 好 這是課本的圖 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好 氣壓下降 體積就膨脹了 膨脹之後呢 就容易凝結 凝結就會有雲 有雲就會下雨 所以這是課本上面 那 我們要給各位看一段影片 接下來 針對氮氣的用法 和您的形成方式 讓我們來做個實驗單 這個實驗結果 會幫助我們了解您的形成方式 首先來看實驗的設備 將塑膠紙剪成符合水箱的大小 將其幫助水箱後 再用膠帶固定 塑膠紙接合處 用透明膠帶封緊 然後 在水箱中放入氣氧劑 吹漲的技巧 以及數位針對劑 完成 喬膠紙 請握塑膠紙上方 不讓空氣露出 並且用力往上拉起 此時水箱中的空氣會膨脹 氣壓會降低 氣壓一下降 氣球中的空氣也會膨脹 氣球就跟著膨脹起來了 氣球就跟著膨脹起來了 那妳基本上看不出來的膨脹 基本上看不出來的 鋒脹 不過後面 上面的溫度降低可以看得到 我要跟你講過了 我不告訴你為什麼體積膨脹溫度就會降低 你記結果就好 高中才會教你說為什麼體積膨脹溫度會降低 你國中生就記結果就好 接著在水箱中放入少量的熱水 他放熱水的目的是要讓他多一點蒸發的水汽到箱子裡 再放入外箱的煙 放煙的目的是要增加凝結核 煙可以當作凝結核 進行相同的食熱 當塑膠紙被往上壓起時 水箱中產生霧氣 為什麼會產生霧氣呢 讓我們來想想看剛才看到的現象吧 當塑膠紙被往上壓起時 水箱中的空氣會孔潮 水箱中的氣溫也會跟著下降 水箱中的氣溫也會跟著下降 你不要管什麼叫霧點 你高中才會焦 你就反正是 你就只要知道他打到飽和就好 你就打到飽和就可以了 高中才會焦霧點 水箱中也因為溫度下降 使得空氣中 無法包含的水蒸氣變成水音 水中的霧氣 使用也無法燈電的細小水音 放氣中產生的雨霧氣象 也是基於同樣的原理 所以剛才的影片就是告訴你這段話 一團空氣上升時氣壓下降 體力膨脹溫度降低 所以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所以有魚就會下降 是這樣 我跟妳講過最後那句重點 那當我講這個 只要上升氣流 一定就會不穩定 我們會教很多個例子 比如說這些東西 有一些是你地理都教過的 但是有些是我後面 大部分都是我後面的地科會上到的 比如說高氣壓天氣會晴朗 低氣壓天氣會陰雨 這跟這個所謂的上升氣流有關係 比如說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比如說 颱風過境 迎風面 雨特別大 這三段話 都是我們 未來地科會教你的事情 而它的原因都是跟前面的因素有關 就是假如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降低 所以容易凝結 飽和凝結成雲 有雲會容易下雨 所以天氣會不好 好 這些都是 未來會教的 剩下這個是你們地理上看過的東西 地理上看過的東西 這些因素 這些作用都會造成空氣的上升 也因為它造成了空氣的上升 所以就容易會有雲 就會下雨 你要超代講義 就是我當然會會框框框起來的字 比如說 第一個 太陽加熱 太陽曬 曬了以後就蒸發到天上 往上冒 所以就凝結 它畫的就是雞狀雨 這個原則上 地科裡面沒有交這件事情 地科裡面沒有交 太陽曬一曬 然後往上冒 蒸發沒有這樣交 下面都是地科 我後面會交的 比如說 地形抬升 好 剛才講的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往上抬 好 這個空氣往上抬 我喜歡說 往上爬 爬山很累很累 流汗流汗就下雨 往上冒 考試又考過左邊右邊哪一邊會下雨 迎封面的地方會下雨 迎封面的地方會下雨 比如說封面 我們後面會交封面 封面往上抬 轉空氣往上抬升之後 讓人上升氣流容易凝結下雨 下面就是剛剛講過低吸壓 低吸壓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所以又是一個上升氣流 所以又是剛回到剛的樣子 吸壓下降體力膨脹 溫度降低容易凝結 好而成於會下雨 所以假印尚就要抄這四個 洪荒荒色上的字 這些是你們地理上看過 你還想起來了嗎 你有記得嗎 地理上看過的 看過嘛對不對 地理上看過這個 它都會造成空氣的上升 也因此都會造成降 OK嗎 可以嗎 可以的話就請寫 這場練習